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老师算是我们的第一位开讲者 李老师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之后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之后先后在中文医院进士所 实义所服务过 后来在香港城市大学 文史系担任系主任 目前也是复旦大学的特名教授 李教授的专长是有关 明清进士中国的社会文化史 那么他早期的著作 比如说像这个清代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 还有包括近期一系列的 有关城市文化的著作 都是学界认为相当重量级的著作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 事实上就是配合我们上个学期 如果同学有参与的话 就是我们杜振胜院士 他的重新认识中国这样的主题 所以今年的三位讲者 基本上就是以社会文化史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配合他们自己的专长 来这样也发挥 那我们非常高兴 那么李教授能够抽空 来帮我们这个忙 欢迎李老师 立临指教 给我们开讲开始 这是楼教授国际汉学讲座的 科奏讲座的第一场开讲 具有特别的意义 那我们期待每年会有一位讲座 三位科奏讲座 来到政大 当然有十个到十五个 硕博士生来到政大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十年内 在全世界上最杰出的 一百位国际汉学家 有三十位四十位来到政大 您就是地球表面最杰出的一百位汉学家之一 当然是我们非常的 特别的邀请 特别的邀请 那为什么 在讲座跟这个 这个 科奏讲座有什么差别 不是一级二级三级 绝对没有 因为大家都是第一级的 那么 70岁以上的 或者是80岁的 那是终生成就讲 您的是像唐讲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最top的 大家认为是最杰出 我们最敬仰的学者 那我们非常期待 政大可以在这上面 能够有多所贡献 当然名字叫做 《罗娇伦国际汉学讲座》 当然是因为为了纪念 我们的教育长 罗娇伦先生 他对于我们的贡献 尤其他两位女儿 可以说所护着 一万两千本书绕着地球跑 终于把这一万两千本书 带回到政大 在海外漂流 一家子以上 那 而且他们也前后的捐资 来让我们这个讲座 可以达成 我们也希望 我们跟全世界的大学 共同合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 跟中研院能够合作 这回真的是可以得到中研院的大力支持 大家都在中研院工作嘛 政大真的是何等的荣幸 还有这些大人物 大学者给我们加持 也让我们可以为整个学术 为教育 可以有更大的贡献 感谢你们 好 非常谢谢校长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欢迎李肖蒂教授 多谢各位的介绍和议美支持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 有意义的学术活动 我在中研院待了三十多年 我记得早期我们请了张万子先生 回来做副院长 他就一直努力地要推动国际的汉学化 当然不容易 可我们知道汉学从来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学问 所以我觉得盛大有特别的事件 更愿意把这个在大学里面做 这是可以值得了不起的一个 其他大学 特别我来自香港 这方面的感触特别多 对汉学这么重视 我觉得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座很高兴看到我老朋友 还有几位专家 郭安瑞教授 他是做戏副做北京的 在UCRA 安瑞你要 他是来听一下 他其实写过一个北京的戏剧 跟空间 跟这个gender 得到一个大奖 他的一个毕业的学生 也在这方面 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除了这些专家之外 我想在座的同学 你们有谁还对中国戏剧 或是台湾的歌仔戏 有兴趣的 一个 还不错 还有不少人 我其实我在最近 帮我一个中文书 《星序》里面写的 我小时候 我住在眷村里面 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她没有钱去卖馒头 我就很高兴帮她去揉馒头 揉馒头没有问题 可是她一放那个 那个时候还是黑胶唱片 她是那个河北人放的玉具 玉具一直到今天 还是中国最大宗的一个戏剧 因为大概一亿人在听 她就放了黑胶唱盘 那个什么《琴雪梅吊笑》 木跟荫挂帅 我已经觉得是鬼哭神喉 我就冲出去了 所以我从小就怕戏剧 我听这个歌剧没有问题 可是到几十岁之前 我讨厌中国的戏剧 到非常后来 非常后来 我可能在台湾的国家歌剧院 看了中国49年之后的一个改良新 因为我自己的主题 这个书的主题 是早期的 这个民国初期的改良金剧 那个金剧是另外一套 海派的 49年之后 有一个改良新剧 曹操杨凶 我等会放一小段 我真正是因为那个戏 我开始喜欢中国的戏剧 然后一点一丁地 进入了中国的殿堂 特别那个《大花脸》 《尚长荣》 我还在我的英文书里面 他唱的 他一下都是听戏的 包括他一个 他一个叔叔是做和尚 他每次去听戏 都是非常惊人的一个 可是我在做这个一方面 慢慢进入这个 我也读史料 可是在这个同时 或者早一点 因为我对 教中国史嘛 我在哈佛 上过一个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Professor McFarguer 他是一个英国的工党议员 教这个文化大革命 那个课大概就在哈佛 一个昏干的大教堂里面 一开头一千多人去上 那要抽签才能 大概第一年级 第二年级都不能上 然后 McFarguer的时候 教政治 教得非常精彩 都完全没有这个PPT 我做不来的 他在那个 就是马列尔演奏 那个讲台上 走来走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越走 这个McFarguer就像这个 Churman嘛 我就 可是他后来就 讲到 这个他人 他知道 他上过他的 我的老同学 这个 他到那课刚开始教 有一次上了三四个礼拜 那个悬赛忍不住了 跑去问这个 这个教授 说Professor McFarguer 你这个课是文化大革命 怎么讲了这么久 都在讲这个路线 都在讲政治革命 文化在哪里 这些学生一半是对的 一半是错的 至少就那个课来说 他都还放了非常多的革命样板系 各种各样 什么工审 王国美 各种版本 我是真正第一次 比较有系统 在那之前有接触到样板系 我第一次真正比较有系统 接触到样板系 是在那个时候 可是实际上 他们有一半是不了解的 就是你任何对文革 稍有知识 文革基本上是两条路线 是一个非常激烈的 毛泽东跟这个 跟这个 又红又专 这两派的政治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是退居下风的 所以他太太这个 将近在很早就利用这个 样板系 所以这样板系 其实是经过全中国的 最好的精剧跟艺术家 把它结合成 它在意识上是一个 非常大的贡献 可是你想想看 在那十年中间 几乎全中国人只听 十万样板系 当然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巴巴拉米特 写过一个很厚的书 一个得奖的书 他其实那个时候 在那个十年中间 中国人除了八大样板系之外 中国也听一些西方的歌曲 西方音乐像《莫兆二》那些 那不管 可整个中国大革命 当然是一个血腥的政治斗争 可它实际上是 由这个 由文化掀起来的 然后在革命的进行之中 它不断地利用 这个改良过的金句 叫样板系 来向民众宣传 那个是规模 是空前的 所以我想 哎呀 这个真了不起 就是对我来说 在几十年前 我觉得 这个中国的戏曲 其实是一个 博物馆的世界 是另外一个 时空的世界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想到 在这个文革期间 居然全中国这么多人 基本上在好几年之内 你只能听 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进去 只能听样板系 可是我后来 做自己的研究之后 我发现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突然的发展 不是到 到1966 或是五几年开始的时候 突然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越来越清楚 这个没落 至少从19年开始 19世纪开始 一直到20世纪 在海派的改良经济 这其实有一个 没落可以相成的 就是中国的戏曲 越来越激烈化 所以中国的戏曲 完全 当我开始做的时候 才能了解 中国的戏曲 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 是一个 就是一个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一个纯粹的语络 中国的戏曲 其实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就在传统中国 所以我说 这个毛的时代 这个戏曲 改革后的样板戏 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存在 可是在我做的 这个明清两朝 我有一个同样的 我说中国的戏曲 在明清两朝 其实是一个 无所不在的存在 那当然我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论理 就是文革的时候 基本上是靠着 党政军的机器 然后透过各种的 这个组织 那个共产党组织 是很厉害的 整个这个经济基础 是不一样的 那在明清时代 这个戏曲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我等一下会讲 可是它的社会 经济基础 是跟文革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之外 当然戏曲最大的功能 就是娱乐 你想想看 在中国传统到 我下一讲 讲到上海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中国在1927年 开始有了新式电影 我那个时候 同时我做一个新舞台 是那个时候 最大的上海 最大一个改良 兼具的舞台 那个舞台 大概在1927年 开始没落 没落时间刚好 就跟这个 好莱坞电影 开始大量出现有关 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 上海人 特别是上海人 当然全中国那时候 已经有不少城市 有戏院 一直到大概1920年代 30年代 中国人的主要娱乐 才慢慢地 被这个电影所取代 这当然在城市里面 在乡村可能还是不一样 在乡村这个戏曲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娱乐 除了娱乐之外 你想这个 这些人都是 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 是不识字的 他对中文化 他怎么去认识呢 当然那个 这个伦长观念 可能是透过家族 或透过什么 可是戏曲里面 一方面告他 这个历史故事 告他很多神话 告他 这个戏曲包罗的 也包括了一些 这个上层的 这个价值系统 这个 特别是女性的 症洁观 或是什么之类的 传统的 这个道德观 都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地 灌输到这个里面去 渲扬儒家的教法思想 所以我们 等一下会讲 这个为什么 明太祖对戏曲 这么重视 那还有一点 叫我非常讶异的 就是做到晚明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历史 其实用来批判时事 不是从我做的 19世纪末20世纪开始 更不用等到 1960年代 这个文化大革命 在明代 在晚明 晚明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时代 晚明是一个 解放的时代 什么都可能 所以在晚明 很多的上层时代夫 下层时代夫 就用各种各样的 小说戏曲来攻击每一个人 当然那个时候流行的很多 用戏曲来攻击一个人 很多是所谓的暗头剧 暗头剧就是我们说的 很多人写戏 可写那个戏不能唱 就宿诸高阁 那有一种戏是可以演唱的 那等一下会讲 有的戏很有名的戏 其实都是批评人的戏 其实都是在演唱的 所以这个时势新剧 其实从晚明开始 延续了很久 到清初被禁掉 到二世纪 19世纪末 开始又复兴 然后一整个世纪 这个戏曲 跟整个中国的思想是一样 变得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激烈 到最后 它的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演出的场地 当然跟文革所在完全不一样 文革你到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这个义工团 到每个工厂 每个乡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组织 党组织把它组在一起 在中国这个所谓 全民的娱乐 它是有很多type 唱的新场的戏也不一样 它这个戏源的结构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第一个就是宫廷 宫廷演剧 简单讲 士大夫 士大夫很喜欢听戏 城市 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大家会讲到 这个茶楼会馆 当然乡村是最重要的 乡村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多 住在城市里没有这么多 他们最重要的戏曲来源 就是戏曲 而这个戏曲 基本上是跟宗教 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最早的戏曲 完全是带有宗教性质的 宗族演剧 还有一个就是流浪西班 我那时候在写我的英文书的时候 其实这个流浪西班 找不到什么材料 可是我的一个reader 特别说你要写这个流浪西班 而且写这个 写这个戏曲跟性的关系 戏曲跟性的关系 其实不是什么 当然我们都知道 郭安瑞叫做研究北京 北京是一个大本营 他最近可能要给一个报告 就是讲这个 特别在北京这些 这些钱单 北京找其实这个戏曲 因为第一不演夜戏 晚上不能演戏 第二不能女人演戏 其实都是男人在扮女人 所以包括梅兰芳早期在内 这个所有的 这个经纪的男主角 这些所谓的钱单 其实都会提供性服务的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那不知道 看看 到期末开始 这个大量的茶园出现 主要我会提到 我的论文的主题 就是这个新舞台 不我还是 那戏曲的内容刚才讲了 爱情故事 这是家庭故事 这家庭所事其实是这个戏曲的大宗 爱情故事非常多 历史故事 英雄事迹 神仙传奇是很重要的 我前一阵子看过一本英文书 我觉得那个英文书讲得太过分了 他说明清人就是 明清时代的人的基本的信仰 就是因为看了封神堡 然后封神堡对中国的民间文化 有绝大的影响 从封神堡演出来的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戏曲 都是完全都是跟封神堡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argument真是走过头了 封神堡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 就是江泰公什么都来都去的 它也影响了戏曲 可是我觉得那戏 中国的戏曲的光谱其实非常非常大了 从A到Z 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 城市大学我请这个白信友教授来讲 因为每次我听这个牡丹亭啊 我听了反死了 我才会给你们放一个牡丹亭 有一年我在扬州 他们特别请了扬州班子出钱 这还是许多云先生嘛 他们捐了钱 我们在南京那个 请了一个全部用扬州的这个 扬州话来唱昆曲 也是牡丹亭 我坐在第一排 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因为太多这个老式游园鸡梦 难道京剧 昆曲就只有游园鸡梦吗 看多了实在很无聊 特别我第一次看这个游园鸡梦 看这个昆曲的元老叫那个 叫什么故事 一个八十多岁老先生啊 我先忘了他的名字 到民国的时候还在演 演这个 演这个 陶游园鸡梦 一个八十多岁老先生 还在做这个春梦 实在是 觉得这个 真是不可思议啊 每个人都长得那么奇怪 所以我觉得白信用 为什么贡献那么大 他的这个白牡丹 我说 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个热潮 就昆曲经过了一个复兴 经过白信用的努力 如果你们看过这个白牡丹 我那时候在台大上课 我教明清文化史 我就为了这个 把那个白信用的牡丹 从头到尾都看了 七个小时 我后来发现 我们看了很多是结本 这牡丹丹到 Linked Center演三天三 也后来被禁了 因为牡丹丹里面 其实有很多 露骨不露骨的 色情的场面 那仔细看 那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戏 而且白信用是真的对了 他早了十六七岁 都是Teen Erger 才会有这种欲望嘛 八十多岁老头子 你还去墙上去看什么东西来 我觉得真实 后来白信用讲得非常好 就是把 他当然做牡丹亭 他最爱牡丹亭 牡丹亭各方面都好 他把这个昆曲 从A到Z 昆曲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昆曲其实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十五冠 就是中国大陆在49年之后 这昆曲已经视为了 后来他们说 一个戏幕就救了 当然因为周恩来的缘故 叫十五冠 后来其实台湾的听众 对中国昆曲的复兴 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每次昆曲团来这边 演这些高中老师 就带着学生去 所以就培养出一多 非常年轻的喜好昆曲的 这些听众 所以昆曲包括了非常广 当然神仙传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问他孙悟空猪八戒 大概都是从这边来的 我觉得昆曲 你看中国的戏曲 除了这些外加东西 它其实在美学上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行家 很多人都是行家 除了十一太后这些老百姓 也可能是行家 每天听戏 在北京那个 他根本就不知道 郭教授很熟 在北京根本就不是听戏 他也不用听 他也不用看 用听的 你哪一个段落 唱错走板 那观众立刻就知道 这些都是专家 所以对他们说那是一个美学上 极大极大的满足 我后来听中国的戏曲也觉得 除了一个就是 歌曲本身很动人 舞蹈也很漂亮 在美学上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满足 非常感 还知识上的增长 情色的刺激也很多了 当然这个戏不多 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叫吴天平的老景 这个在乡下演戏啊 白天演戏女人可以看的 可是到了这个白天演戏完了之后 女人都要被赶走的 一开始演夜戏在乡下 这个夜戏常常就是赤裸裸的 这个色情戏啊 我等一下也许会提到一些 这个小戏啊 小戏是相当色情的 那它需要娱乐嘛 娱乐有千百种啊 比如这种高尚的知识之外 它还需要一些别的刺激 感官的刺激 那当然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个时事剧 这个时事剧我就非常佩服 这个日本东京 他已经退休的一个老教授 这个田中一成教授 他那个 他其实是一个田中一成教授 他早期是在香港做这个田野的 我其实早期不太做田野 第一次碰到这个 Prinston大学的这个 韩水瑞教授 他笑地你不要每次跑到上海 就重情义乐 你们做历史就要 跑去做田野啊 其实我后来组织了 我在两岸组织了九年的 这个两岸历史文化研习 那是一个魔鬼训练营啊 可是已经做到 今年本来应该办 每年要办这个 每年从两岸 我后来在香港 从这些地方 跟台湾留学 挑选四五十到五六十个 我们选择一个地方 跟这个中国大陆 一个主要大学来 给他们魔鬼式的训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夏天野 所以在那个之前 我先在台湾 用台湾的国会的经费 在我们自己台湾研究室上做 我说这个蒋介石做不到的 我带你们做 我就带着我的三十个子弟兵 在金门先喝了七天高粮 然后带着他们反攻大陆 现在从这个金门 这个小三通 五十分钟就可以到厦门了 快的话三十分钟 然后我跟着厦门大学 郑德满教授 这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 郑德满教授 就带我们 跑到中国的每一个乡村 我第一次去 我觉得这个 哎呀 去这个厦门 下面看起来城市很漂亮 可能为什么这个庙 跟中国一样 跟台湾一样 而且比台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其实刚开始不了解庙的 我也不了解宗教 也不了解庙 觉得这个南方的庙 怎么都盖得这么 用美学上来说 其实是很难看的 我最喜欢的庙 都是京都的庙 我看这个菩萨会感动 只有到京都 可是我就是经过这几年 跟着郑德满教授 到福建的每一个田野区域 才知道这个每一个庙 每一个戏曲背后有多么多么重要的各种网路的关系 这里没有地方戏讲 戏曲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田中玉成教授 他就是那时候不能去中国大陆 他在香港做了很多研究 他后来出了几本的剧册 大的册子 他是那个大木康教授的老师 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大木康教授 虽然学的是文学 他研究秦怀河 他正在跑去 我后来也研究秦怀河 我还是很佩服他 秦怀河走来走去 大概就一百步就可以把它走完了 可是就那一百步的空间里面 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 那这个田中玉成教授写的 除了那大木头的华南华北的书之外 宗族演技之外 他有一本书翻成中文 中国戏剧史 强调这个宗族演技之外的重要性 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时事剧 他认为在深远就比较低级的 我们下一集可以讲 比较低级的这个世代副中间 和家中的文人间 你看他们很厉害 批评当代的政治 当然晚民这个批评政治的 跟清代是不一样 晚民批评政治的风气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我在实义所的同事 这个王洪泰 他也写过 他说除了接铁 刊本 小说外 戏曲成为一种大众舆论的管道 所以戏曲发挥了 接谈相议的功能 剧作家借由戏曲来建立自己的声明 攻击 阵敌 或警示用来泄愤 我就讨厌你 我就写一个戏来批评你 这个是晚民一个特殊的现象 而且不光是中低阶 你像这几个高官 王 席爵 申士行都做过万历时级的首相 他们也乐此不疲 这个万历时整个明末朝政都非常非常的昏溃 这些宰相有几个也是很被批评的 那鼻子中间都就是党真非常厉害 就写戏来互相骂来骂去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斗争 我们现在政治不是这样斗的 你现在写一个戏去斗人 这不是太花时间了吗 那是另外一种文化 所以他们就叫属下 他下面很多人写剧本互相攻击 当然也有正义凛然的政治批判 就用剧本来揭露时政的黑暗 这其中最有名的十一五六 就严嵩当成 严嵩是一个可怕的人 如果你们聊些晚明的历史 如果清朝跟明朝完全不能比 清朝大概只出了一两个皇帝 就是明太祖到明成祖 以后每个皇帝一个比一个糟 最后这个乾隆皇帝四十多年不上朝 我们后来发现也许乾隆 因为他那个定灵开放了 我们后来发现他可能很自卑 他一点可能会中风或什么 他的脚是 他年轻时还很聪明的 你们看有一个名史 有一个电影拍得非常好 这个电视剧忘了名字 大明王朝拍得非常好 讲这个万里小说非常聪明的 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后来四十年不上朝 他的爸爸家庭皇帝也是很昏庸的 家庭皇帝就明系道教 每天在那边炼丹 神神明有一个电影也是演他的 大陆演员演得好极了 就是一个神神经的皇帝在那边 然后就延松在下面当权 那皇帝就住在朝廷中间 还想他的福祿的 想着这个 那这个严松就在跟张居正 你就看那个电影 那个大明王朝拍得非常非常好 蛮忠实的 或是非常美学部分的 恢复了那个时候的斗争 当然王世珍是晚明最有名的文人 在清初还有一个王世珍 我自己写过清初的王世珍 这个明末的王世珍也是一个大文学家 跟史学家 他就写了一个戏 因为严松把他的爸爸斩掉了 他就是为父亲报仇 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揭露了这个严松 他父子的贪污浮化 那这个剧《明凤记》是一个不断在演出的戏 跟绝大多数的暗头文学不一样 这个《明凤记》是不断在演出 所以由于戏曲小说歌谣 这个《抨击时政》的做法 太普遍 公国阁 你们都知道公国阁吗 公国阁是晚明创造出来的 这个是太西 台湾有一个近空法师 专门讲这个公国阁的 公国阁晚明的有一本书 一个英文书 讲The Legers of Maris and Demary 这晚明的人真正是相信的 那我一下忘记那个作者 袁鸟凡 袁鸟凡小说就算命 其实是算命那个孙 你几岁你几数进那个 做成共生 你会吃多少米之后 因为共生就是国家养你嘛 你就会就毕业 可是你只能做到这个官位 然后你几岁就会夭折 然后你不会有小孩 那他后来就见了一个和尚 晚明一个很重要的和尚 云七法师吧 云七法师就交给他这个公国阁 所以他后来因为做了公国阁 公国阁就算公国阁 就是过阁 那公就有大公有小公 通知军日行善就是一个小公 然后你上厕所什么 对着井上厕所或什么 都是小过或是大过 有各种奇奇怪怪 那个时候的禁忌 他就奉行这个公国阁 当然公国阁有很多种 你做了一个好事 你丢一个红豆到这个 做了坏事就丢一个绿豆 后来他因为这个做了很多的 如果你做一个县官 你救了很多人 那就是几百公 如果你去看公国阁 他其实从更早的 这个葛红的爆铺子来的 所以到最后他所有率民跟他讲都不对了 他后来做了高官 他有了儿子 他寿命变得非常非常长 所以这公国阁长期一段时间流行 那这个Cinthia Broco写这个公国阁 现在Brown大学 他觉得是晚民有一种倾向 倾向于把这个道德给他数量化 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 就是道德原来是很虚无漂白 当然到了明清时代 这个政权牌坊是非常重要 非常严厉的 可另外一方面 人是可以自己救自己的 而且他都把它很精确地算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发展 那公国阁还认为 这个是一个大国 这也很有意思 所以清朝 因为清朝是非常强悍的一个 清朝这130多年 这三个皇帝把清朝变成一个大清帝国 特别是在新清史的影响下 我们对这个清王朝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了解 那清朝就是统治得非常严厉 所以这个时事剧就禁掉了 那我另外一个同事在禁止所 乌仁书也写过很好的文章 讲这个江南时事剧的发展 他认为那个时候的时事剧 主要是剧作家 这个齐彪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 他的日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要研究医学时 或研究这个戏剧时都很重要 他认为晚民的时事剧 是用来讲这个流控和南民兴衰的 简单这个都是非常简单 也许你们都知道 特别对这个中国戏曲的 大概真正的发展 虽然说唐代就是百戏 不到元代郭汉清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有的人写中国文学时认为这个郭汉清的地位 跟这个西方的Shakespeare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戏曲没有悲剧 可是郭汉清是写过悲剧的 你像那个《豆耳烟》《六月学》 现在都还在演出的 《赵士顾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赵士顾尔》如果记得没错 是第一个被翻成法文 在欧洲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剧本 翻了好多个版本 《琵琶记》这是明太祖高度赞扬的 你们可能也看过 因为这个歌仔戏里面可能有这个东西 《西乡记》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西乡记》是被禁的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严格的爸爸 绝对不是女儿看《西乡记》的 水浒会道 西乡会营 《西乡记》看多的女孩都要跟人家逝奔的 所以《原曲》构成了一个时代 我们说唐诗诵词 《原曲》 《原曲》最大的供应是曲 这个drama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原曲》是一个中国戏曲的 非常重要的来源 然后到了16世纪中叶 这个戏曲就越来越 当然16世纪中叶我们说什么 我们做明清人特别强调16世纪的初叶 基本上说1520之后 中国因为白银的问题 就经济都商品化 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富庶 而那个富庶不是一般人的富庶 其实跟我们台湾或是现在中国大陆一样富庶 就男男女女每个人都乡下百姓 你们如果我早期看那个嘉义的侏罗传 早期来的移民 其实很像 早期来台湾的移民不多的 你去看那个嘉义的侏罗传 每个男男女女包括那佣人都穿戴得非常好的 这很像这个1620之后的中国大陆 我们做的明朝 这个社会太繁荣了 繁荣之后戏曲开始就是一个接一个出来 我们现在习惯地了解这昆山腔只是一个 如果你们听过昆曲啊 昆曲你刚刚听的时候会很无聊的 我不知道下面会不会讲到 这个昆曲在16年代变成一个最畅销最畅销的 最风行的一个种类 它的歌词非常的优雅非常elegant 唱的那个戏也是非常非常优雅 它基本上那个声音非常低 所以叫水磨掉 那时候出现了很多有钱的商人 特别像徽章 这个靠颜起伏的 这个商人当然要附庸风雅了 表示你是有教养的 你们如果看语音时先生那个商人就知道 他不愿意只做一个被人家侵蚀的商人吗 他表示自己要文化 那你表示你是有文化 有很多你一方面说是如商 一方面对这个时候最流行的文化的代表 精致文化的代表 昆曲你就要了解吧 所以很多商人就开始听 就像我一样听了牡丹你就睡着了 我其实很通勤他们的 昆曲是不容易进入的 跟这个精致剧跟地方戏 我其实一开始是不喜欢昆曲的 我喜欢各种地方剧 我是北方人嘛 这个很高亢 这个很激昂 那个比较像现在流行歌曲一样 或者像那个 你们流行的西方的那个 Rock and Roll 比较有节奏 有节拍 那除了昆山腔之外 几个其他都是几个高腔 特别是易烊腔 易烊腔到现在还留下来了 我在香港一个同事 郑培凯是专门做这个戏曲的专家 做昆曲 他说易烊腔 一直到现在在山西那一带 在江西那一带 还是非常非常风行 任何家有一个子弟 如果像你们一样 考上了北大 或者是得了状元 要庆祝啊 一定要放一台 或者是延几天的这个易烊腔 易烊腔一直到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流行 易烊腔就是高腔的代表 高腔有好多种 基本上北方都是高腔 我刚刚说的玉句也是一个高腔 山西 山西我们去过山西 山西那个邦子戏唱得好极了 那是一个戏曲的故乡 戏曲的摇篮 所以这些人争相 就争取民众的 不过这昆曲是第一个先流行的 我们大概没有时间来看这个 你们自己去找这个 白信友的牡丹亭 七个小时啊 如果你兴趣我这个极力推荐 这个是非常好 包括人间跟地狱死而复生 这个戏有特别的意义 就在思想史上 我在还没有看昆曲之前 就看这个谁 这个Di Berry Di Berry是科隆米大学 一个副校长 也是我们唐奖上一期的得主 年纪非常非常大了 他编了 他除了编了那个 Source Book of Chinese Tradition之外 我觉得他另外 还编了一本书 叫Self and Society 这里面有他写的 可能另外是那个 做文学的那个夏之清 可能写过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昆曲的重要性 昆曲不是在戏曲上 有它的重要性 是一个经典的戏曲 它在思想史上 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我刚刚说 晚明是一个解放的时代 在各方面都解放了 当然最不可碰触的是女人 这个受过教人的女孩子的 情欲的问题 这个在昆曲里面 是赤裸裸的碰到了 就是一个年轻小姐 杜丽娘 就进入花园 她不应该进入花园的 我的同事文哲所的所长 这个胡晓珍 最近还去帮我们报告 要讲这花园中间的故事 花园在传统里面 也不能乱进的 花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你大那个 有钱的家人的那个花园 那充满了诱惑 跟危险的地方 花园千万不能叫小姐进入 小姐一进入就有问题了 所以杜丽娘就不听 这个父亲的教诲 她不好好就在读书 她就跑到后花园里面 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认识这个柳静廷了 对不对 后来就为情而痴 后来柳静廷是不是就去 忘了那个详细细节 柳静廷是不是去考试了 还是怎么样 刘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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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孟梅是一个 晚明跟很重要的说书的 在做梦 做了一个春梦 对不对 后来又有一个画 可是那个刘孟梅 怎么死我都忘了 刘孟梅 没死吗 杜丽娘 杜丽娘死了 杜丽娘 后来还还魂魂 到了地狱里面 那个当我还记着 你看我看这么多都白看了 这个颠倒 没关系 这个母丹丽寺写得非常重要 还真的下地狱的一面 就是这是一个 最大的对情欲的解放 一个年轻的女性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 她可以为情而生 为情而死 这在思想史上 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这刚好跟儒家的教条 刚好走到极端了 说你们如果去安徽 安徽是最悲惨的 一方面徽商 是昆取的最大的一个patron 还有地方系的发展 都跟这个扬州的 徽商有其大的关系 可是扬州的徽商 是非常绝情的人 他们赚了大量的钱 他们跑去徽商 盖了最漂亮的房子 你们谁去过徽商 太好了 当然 Guarie当然去过了 安徽 徽商是 他的先生专案 做这个的 徽商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他有几个UNESCO 那个西地 红村 还有你们看过 这个卧虎长龙吗 卧虎长龙一开头 有一个标局 那个标叫唐某 唐某也就在那一带 所以徽派建筑是很不一样的 西地 红村 这个都是UNESCO的 重点的文物组织 然后灰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灰州的建筑 可是很悲哀的 你去看了灰州建筑 灰州是有中国最多的 这个珍洁牌坊的地方 珍洁牌坊不是随便可以立的 我一个同事现在 宾州教授的一个学妹 她措施中我写得非常好 去讲这个正洁牌坊 费斯言的由规范到典范 正洁牌坊第一 要证明你是不是一个猎父 要经过地方人 是地方秀才很无聊的 一天到晚来注意这些事情 他除了互相骂 他会关心你这家的寡妇 有没有去守洁 在乡村里面 这个有点像共产党 什么事都管的 传统这个秀才没事做 就什么事都管 你出了越轨的事 每个人都骂 你骂就骂死了 所以如果一个像徽商这样 他不回来了 你就要守管 我听过这个 徽州的老太太唱这个歌曲 我一下忘了怎么唱 唱得非常悲哀的 就他心爱的男人 他离开了十几岁 也许就见过一次 就再也不见了 就剩下了小孩 也许这个男人偶尔回来一次 三年 五年回来一次 留下线就走了 然后徽州建筑都是高高大大的 那个窗户特别高 非常漂亮 可你如果进去看 你去那个 特别是去那个窃的房间看 没有任何灯光的 黑暗一片 我说如果我那是那个 是那个徽商的concuban 我就自杀了 哪有给你待在一个房间里 没有这个房间 没有这个灯的 他第一怕你红性出强 第二因为徽商太有钱了 家族里面都非常有钱 所以要盖得高高的防盗 可徽州建筑本身是非常漂亮 然后做贞洁列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要经过一层层的验证 先从地方的这个街坛相议 然后经过这个尖僧的上奏 经过县官 经过省的都武 然后到礼部要派院来复刊 这跟中国要策明一个地方 中国这个神明你们要记得 神明是有分很多种的 我为什么去厦门 我说厦门真可怕 一千多种的都是银词 银词不是说是淫荡的意思 银就是多余的意思 excessive 可是在明清的context下是特别的 银词就是没有进入国家四点的寺庙 你要进入国家的四点 从宋才开始 你是要经过跟审妇 郑洁寡妇一样 你是要经过地方的人事先证明 你要证明这个神是灵验的 然后透过地方师生 上报到县官 县官到审 审再到中央 中央会派礼部再下来勘测的 所以勘测郑洁寡妇 跟勘测神灵不灵 那个process是一样的 都要经过一个 都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一般有钱人 不是有钱人做不了这个郑洁派房的 郑洁派房是一个有钱人的 非常悲哀的女性的故事 所以到18世纪变成一个 昆取世界非常柔和的 非常精致的 易洋枪 这时候开始了各种的地方戏 大量的出现 那通常把这个 昆取称为哑布 就是非常elegant 那其他就是乱潭 我觉得这个乱潭名字也取得非常好 就是乱七八糟的潭吗 乱潭就是所有这个地方戏的总称啦 叫花布还比较好听一点 翻成乱潭我不知道谁这么聪明 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这是乱七八糟在弄的 这地方戏嘛 一个是非常高雅的 一个是比较熟的 然后昆取的地位 大概到18世纪开始受到挑战 主要是这个时候 源自异洋枪的金枪 当然金枪来源有很多种 我们有好几个西边了 我们不去细讲 就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高枪 到18世纪开始 这个乱潭枪也在中国出现 所以到18世纪末叶 地方戏曲前所未有的发展 快速地进入了北京 在中国各地也一直 所以安徽研商是非常非常 是这个奖励各种学问 包括这个清代的考证大陆代证 代证其实小时候是在研商家里 是帮忙做家教的 这我其实看了一个记载忘了 就是清初那个 在清代一个昆取的演员 女演员如果唱得非常好 这个研商是不吝啬给你几十万的金子 这个地位就像你去大都会歌剧院 一个了不起的女高位一个Dina 搞不好比她拿的钱还要多 所以昆取在会议上的讲一下 会议上讲义戏曲也讲义学术 其实这个像这个清初的考证 18世纪的考证学 那徽研商还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 它要报效国家 当国家没有钱的时候 徽研商就要不断地 有些捐的钱就等于国家一年的财政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徽研商为什么有钱 因为它是盐商 而盐在中国是分成几个区域专卖的 盐是每个人每家都要吃的 对不对 吃不到盐怎么办呢 问题中国政府从汉来来 就把盐就变成专卖制度了 你要卖盐需要license 那徽研商就是得到最大的这个license 他才把这个license再分下去 给很多小的这个 所以他因为这个 而扬州因为它这个大运河的关系 所以在唐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十年一节扬州梦什么 怎么讲 就是唐代很多是讲这个东西的 从唐代开始 因为它在大运河的南端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然后你看这皇帝 当然皇帝南巡都有别的目的 一个最主要是政治的目的 它要证明它是真正统治这个地方 特别在清初在这个江南一带 反抗是最激烈最激烈的 扬州师或是 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些南方的人 像苏州人 他们抵抗起来 他们是非常非常凶悍的 所以在扬州这个 清清是非常强 可是我的一个同学 一个学生做这个研究 他清清在 其实清朝政府整个中国 其实没有碰到太大 他几乎到这个县城县城里面 就投降了 因为你有很多像前前一将的人 一来就把你开门纳想 对不对 可是在江南一带 得到最大最大的抵抗 替法令 所以清初一带 江南怀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质疑 我的老师孔夫里教授 写了几本书 那前面几本书 我下一讲会讲 前面几本书都很干涩 不写了个教魂 他难得写一个 这么好看的一个 那个其实中间就讲 这个乾隆南巡 乾隆这个 为什么把一个 没有的案子做这么大 其实就是一直对南方 怀疑有深刻的怀疑 觉得南方人 经过了一百多年同志 还是要叛乱的 所以南巡有很多目的 一个主要的目的 政治的考量 看这些南方人 是不是已经驯服了 当然有的地方 就是江南好玩 北京是很无聊的 所以北京太冷了 所以皇帝 要不然就常年地 在这个热河 热河的避暑山庄 你像马格尔尼去进贡 都要跑到热河的 你们去过这个热河 避暑山庄吗 现不叫热河了 很漂亮的 在北方复制了一个江南 要不然皇帝就下江南 乾隆跟康熙 都下江南六七次 平均十年一次 然后他去都住在 扬州沿上的家里 扬州沿上太富庶了 所以扬州沿上就是为了 取悦皇帝 要给他一些好听的戏 皇帝不是等线 康熙是一个 应该为真是一个 了不起的皇帝 就他十大武功 当然你看 从什么角度来看 就是你们如果去看 清朝的这个版图 清朝的版图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我们都说唐代了不起啊 这个唐代宗是天可汉 对不对 万国来朝 可是唐代 唐朝的这个帝国的规模 只有清朝的一半 唐朝的首都西安 如果你去看清朝的地图 在清朝的地图里面 在西安以及唐朝的边陲 可是在清朝西安 是中国的正中间 这很大一个原因 跟这个 这个千龙 这个十大武功啊 这个老人家 南征北陶啊 而他写了很多很多首诗 写了一万两万首诗 我有个同事黄艺龙 专门用这个大数据去分析 他又很专情 他一个皇后 他非常喜欢这个皇后 忘了叫什么皇后 他这一万两万首诗里面 他大概有一半 五千首都是写给这个皇后的 他这个又喜欢写 虽然很多人批评都在字画上 乱写东西 他的这个品位是非常非常 然后他我等一下会看 他在他的后庭里面 养了全中国最大的一个戏班子 最多的戏举校是在乾隆的后庭里面去 所以他是真正的专家 你不要展开他 所以这个除了昆芸之外 地方戏的复兴跟乾隆皇帝 是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刚刚是 这可能是北京热和派的 所以就为了 就为了要取悦皇帝 就在扬州除了演这个 雅部之外 还有这个各种乱谈腔 所以安徽戏班 的发展就是徽派的徽派进京 1790年为了庆祝乾隆皇帝 八十大寿 所以从安徽来了四大西班 这个当然关于教授 专门研究这个的 到了北京 这个当初去是三晋班吧 三晋班写去 在北京为之轰动 每个人都只去看这个 徽派的演出 没有人在听昆曲了 后来又有其他几个 这个一共四大徽派进京 到1804年就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京剧的发展 从这个时候开始确立 然后昆曲开始示威 京剧慢慢到后来 变成这个国剧了 真的是没有时间 要不然可以看这个 贵妃醉酒吧 算了 等一下讨论是最久 没有太多时间 这贵妃醉酒是 美兰芳的最得意的 美兰芳是了不起的 当然你们看过那个电影 如果没看就赶快去看 这个电影也是 美兰芳是一个了不起的 所谓美派 美派的传人 大概没时间看 所以你看明清的戏语听众 包括了黄氏 斯大夫商人一般民众 我说他是一个从天子 以至于庶民 没有不爱听戏的 慈离太后 这是我一个很讨厌的 这个同事 不去提了 慈离太后是真的一个戏名 如果你去过北京故宫 你去看 慈离在哪个地方看戏 就在这个 他的一个庭 他的一个call里面 他坐在那个 坐在他的这个宅 坐在这个什么 宫殿里面 就可以演那个戏 而那个戏班 应该是非常大 对不对 那戏班一年演一次 就是这个大戏的时候 连这个活着老虎 活着什么东西 都可以上去的 大象好像都可以上去的 不过这个后来 这个上海京剧班子 全部在上海都复制了 到后来不是只有 慈离太后 可以看到这些真人真马 到后来上海 都被舞台全都看到 就觉得他是 真正的懂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 几乎是 没有一天 不看戏他就难过 这个不用说他了 慈离也是一个 一个末世之君 另外最有名就是 南明 南明就是小王朝 大家知道 到了南京 就是阮大臣 马上这一批先臣 然后这个福王 是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 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看他闷闷不乐 那个群下就非常关心 他说你这个为什么 闷闷不乐 是不是关心国家的朝政 他说不是 我担心明天 没有新的戏可以听了 你说这个国家 已经到快要往的地步 这个皇帝一心关心的 还是 这个有没有新戏可唱 所以这每一个皇帝 只有一个皇帝 等一下我们看到他 就是这个昏聩的名音中 这个北京只出过县 一个这样一个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的皇帝 听了太监的话 就要跑去塞外去北征 就跟蒙古人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 你跟他的先人 名称祖完全不一样 名称祖武征塞北 这个昏聪是一个笨蛋皇帝 就听了太监王政的话 就跑去 就造成了土木堡之变 后来蒙古人打进来 还好出现了一个于谦 要不然北京 北京在六百多年 除了明清之计失守过之外 明清六百年 几乎没有失守过 可在明印象的时候 很可能就被蒙古人攻下来了 不是那个时候兵部尚书 于谦坚持 有个电影就是拍于谦的 后来印象又复辟了 只有这个笨蛋皇帝 他什么都不会 他觉得连戏曲都不会欣赏 这都是我去山西 我们去考察的时候 山西现在留下各种的戏台 山西是一个中国戏曲的摇篮 所以明太祖对这个琵琶记 有非常非常高度的赞美 认为可以比美于四株五金 这个正德皇帝也是一个 你们如果看过电影 我小时候会唱这个歌 江山美人的这个黄眉调 这是明朝很多这种 这种莫名其妙的皇帝 除了这个嘉靖 除了这个万历 这些莫名其妙的皇帝之外 还有一个正德皇帝 他最大的事要就是打老虎 也没被老虎咬死也是很奇怪的 然后另外一到江南 去劫略良家百姓 去跟人家发生关系 所以你们如果看过江山美人 那个完全把他美化的 应该就是正德皇帝 我还会唱那个歌 害人家就是 这都是一个 真正的跟江山美人电影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统治阶层 扮演 我以前看这个西方电影 就老拍这个西方的古装片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贵族 跟这个王室 对这个歌剧 或是西方音乐的欣赏 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 像摩扎尔 或是这些西方音乐 最重要的天才 都是贵族 在宫廷里面演句 然后歌剧也是一样 我想这是西方特里 后来发现不是 在中国一样 中国的明清的皇帝 大力的唐太宗是第一 不是 那个高 那个谁 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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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是第一个 那就不要太远了 明清的皇帝 其实都是这个 极力在提倡这个戏剧的 商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说刚开始不习惯睡觉之外 到最后商人 特别是像徽商 是各种戏剧的 极大的这个提倡者 跟讲义者 靠他们这些戏剧 才有资本 才能够发展的 所以我刚刚讲了 当然现在你想 最有名就是李渊 李渊是西安 是这个唐明皇 就是唐玄宗 成立了一个演唱班子 在内庭里面 可乾隆你看 他文治武功 每个都厉害 当然最后结果就是 到他死了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差不多了 钱都被他花完了 他那个时候建立了南府 他的就相当于李渊 也就是一个宫廷的戏剧学校 你看有一千多个人 这里面的演员 包括了太监和一般的学生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宫廷的演剧机构 万利也很喜欢 万利当然 不上朝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一个就是听戏 这个朝在阳的时候 一定要发给你们看 这很短 希望上得去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个太好了 你们这一下也连到 为我的青天首 鸟笔为我 鸟穿的鸟 或者说 天哪儿 我们说 免满得负是贼口 别碰 花人们就爱过不费了地雕 這個上場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大花臉 當然演這個一代蕭雄是非常好 我以前不喜歡京劇 因為京劇是一個高度象徵的戲曲 它一個馬就拿一個馬鞭就象徵一個馬 真是不習慣 然後它唱腔其實它沒有充分的發展 就一段一段的 它就是一個piece一個piece 都是像歌劇裡面的這個 永炭調什麼 你熟悉的話很好聽 什麼一馬出來 或是小時候常聽這個 北陸唱這個 楊家將那個 不是 誰 那個 我好比龍中鳥 我什麼 這小時候眷村裡邊聽這個 曹道儀 自然探姆 自然探姆 對 這小時候這個 眷村裡面的人最喜歡聽這個 它自己就是像一個龍中鳥一樣 這些都是經典的這個唱段 有點像西方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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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炭調一樣 可是我老師覺得這個京劇 就是劇本寫的 老師就是一段一段的 人物又這麼象徵 我覺得曹操陽 對我來說就是在音樂方面 做了最大的改 它有西方音樂 這個西方音樂當然不至他死 在二世紀出了 這個上海京劇改良就有了 那到整個樣板戲 完全是西方樂團辦 做的有鋼琴 可是曹操陽就在這方面 已經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那個劇本完全重新改寫了 寫得深入人心 把每個人性的這個透明 譬如太監 他做一個事情 他的各種考慮 全部都寫進去了 所以這個寫得一氣呵成 從劇本開始 要不然傳統的劇組 我覺得都是一個片段 一個片段 你就要靠想像 當然你也唱起來非常感人 有時候你不需要那麼多細節 可是他就把這個寫得淋漓盡致 一氣呵成 所以我開始喜歡這個 就是make sense 你可以看到人的心理的各種的層面 這都是從什麼乾隆下江南 裡面找出來的 所以除了宮廷和貴族之外 隨著它的階層 這是很重要的 區域 城鄉 功能等因素 呈現不同 這是和文化大革命的亞馬戲 是完全不一樣 那是千篇一律的 所以這個士大夫建立自己的加班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因為我們做晚民 晚民幾乎稍微有錢一點的人 都組織自己一個唱昆曲的戲班 因為昆曲的戲班 你不要唱五戲嘛 你就唱這些文戲 你在自己家裡一個廳堂裡面 放一個紅毯子就可以唱起來 它是一個非常優雅的 而基本上不適合那個大眾演出 聽不到了 我第一次在台大裡面 台大歷史系很多人去唱這個昆曲班子 我就對昆曲失望 我覺得昆曲真難聽 我這學姐去演昆曲 沒有一個人聽到她們唱什麼東西 昆曲就是笛子 笛子很重要 演笛啊 問題昆曲你要有聲音啊 昆曲的腔調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如果訓練不好 就到時候聽不到你的聲音啊 我就聽到台大這個 我的學姐唱這個昆曲 覺得 哎呀怎麼那麼糟糕啊 昆曲不是這個樣子嗎 都只有笛子的聲音 完全聽不懂人在唱什麼東西 大家說昆曲好聽 所以有時候這些 whatever 所以加班非常非常普遍 因為基本上規模不這麼大 自己可以養 自己可以訓練 在自己家的紅地牆就演出來了 所以你看這些都喜歡加班 張黛是一個晚民最了不起的文人 我最喜歡他的句子 這個什麼 繁華迷利過眼皆空 他是一個壘代自殺來到江南到紹興 這個壘世壘代都是一個 這個狀元近世出身的 到他開始他沒有重舉 坐在紹興 你們看他那個 他那個那本叫什麼書啊 真糟糕 這個Spence特別寫了一本英文書 叫Returned 回到龍山 他有個賞文記寫的好極了 就是所有最精緻 晚民精緻到頹廢的這些文化 在張黛這個陶安孟義吧 可能陶安孟義裡面 他有講這個 他有自己的戲班 他到金山 他帶著戲班晚上出巡 就過著長江吧 有一天到了金山 在金山市 有個非常有名的金山市 水漫金山 然後就他帶著戲班 在晚上的時候 到那個廟裡面大廳去演奏 演奏一半這個和尚 跟住持被驚醒了 就嚇了一跳 不知道這到底什麼人 是人啊還是鬼啊 什麼叫大殿裡面 就唱起來了 江戴張文 他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事 專門做這種事情 他的加班非常好 貌相我在第四堂課會討論他 這是我要討論的 晚民的四大公子之一 他是一個蒙古人 董基山你們每個人都應該知道 這個中國最好的 晚民最好的畫家 對不對 徐杰是一個權相 剛剛講過了 可是徐杰後來被鬥爭的一塌糊塗 他們在江南這些明朝的宰相 即使聲明稍微好一點 家裡也是萬情糊塗 後來被鬥爭的一塌糊塗 奇葩家剛剛講了 奇葩家是一個重要的聚評家 孫氏營也是宰相 屠龍也是重要的戲劇 許多寫過很多東西 阮大臣是一個奸臣嘛 可是阮大臣是一個奸臣 可是阮大臣的西班 是晚民南京最好的一個西班子 我剛講的茂香 這個晚民的四大公子 在一方面就在這個南京的這個 情懷旁邊 就痛罵這個批評阮大臣 這些世代夫也真奇怪 這些年輕小孩子 真是少不跟逝 這是梁景超批評 梁景超做過一個桃花扇柱 梁景超非常喜歡桃花扇 我先是看到梁景超 梁景超這是一代學者 為桃花扇做了上下兩本的柱 因為他覺得桃花扇是一個 關於南民史詩的劇作 他覺得這一齣戲會影響到 整個我們後代對這個 晚民史詩的了解 絕對不能說 我們你看晚民的歷史說太多了 誰要看晚民任何 舉出一本我研究晚民的 我不知道有哪幾本書看 我也都不看 就看桃花扇就夠了 他雖然是孔子的後代寫 他雖然像一個左傳一樣 他是寫實的 非常寫實的 可是最近在很多關節的地方都錯了 梁景超用他最大學問的功夫 去一個一個的去考劇 他在哪些大大小的地方出了錯 寫了兩本的桃花扇著 桃花扇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我覺得早年沒有這個劇本 後來有一次我在城市大學 看那個南京昆劇院來演 演得真是叫人善然淚落 這其實像一個悲劇 這是一個tragical story 就是南民的亡國嘛 就男女豬腳 侯芳芋跟李向君都分散了 一個去做了和尚 一個做了尼姑 這是一個非常悲傷的 南京昆劇院其實演了好幾個版本 都演不好 就是後來這個改良本 演得真是悲傷 讓人 我在上面看了 就眼淚就掉下來了 然後後來看我們這個 陳達這些年輕的小男生小女生的 我說你第一次看昆劇嗎 我問他 他說對呀 我說你看得懂嗎 他說有字幕看得懂 他第一次去看戲 就感動得一塌糊爐 所以這個桃花扇其實可以改變成 非常非常好的劇本 現在南京昆劇院把它做得非常好 不知道有沒有在台灣演過 他們向阮大臣借了他的加班 一方面又罵他 一方面又借他的加班 然後阮大臣的庭園 是那個時候南京最好的庭園 後來我有一個同事寫這個 網民什麼都 這個庭園都要經過特殊設計的 他有art designer 有這個庭園 garden designer 這講這個庭園的書 後來對日本的庭園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去京都什麼都喜歡 特別喜歡這個廟 可是這個日本的花園 我真的覺得很奇特 看那個枯山水 我覺得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你們去過蘇州的四大明園嗎 那個花園不一樣嗎 我覺得還是 他們處處模仿中國 我覺得只有這個佛像寺廟 是遠超過中國 可能花園實在是 除了那個枯花園之外 實在是不敢擰教 什麼都做得像盆栽一樣 那蘇州那幾個園林多好啊 真是真是了不起的園林 中國的園林 是有特殊專家在設計的 有專書 那顧炎武 這次我看得非常訝異啊 顧炎武一天到晚寫這個東西 來批評別日之路裡面 有多少批評這個詩 我們下回會講 批評這些虛利什麼的 他有非常好的加班 這是我非常訝異的 所以昆舉在 在晚寫的世界中間是非常非常普遍 非常流行的 然後除了廳堂和私人畫園之外 也流行在水上演出 那剛剛想張戴的父親 他是一個Degree Holder 是可能禁售什麼樣 他喜歡在江南建立這個遊船 後來我看這個誰 民國時期這個魯迅 魯迅當然有人認為他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小說家 我也同意 魯迅的小說寫得好極了 可是魯迅的大文是 我完全不敢恭維的 他是紹興人 他寫雜文就像那個紹興事業一樣 就是購人 入人於罪 可是他的這個 有些小說 吶喊 狂人日記 都非常非常重要 從思想史的角度 從各個角度看 那其中有一個社系 就魯迅有非常非常浪漫的 非常Romantic 非常相仇的 就懷念他小時候 他因為住在紹興 後來要去婆婆家 然後坐這個水路 一路就到婆婆家去看 那個戲班就在水上演出的 他先從他家裡坐了好幾趟 車子到那邊 已經是下午了 然後等看完社系 就不捨得走了 社就是community 就每個社要演戲 當然社我們沒有機會講 下一節課也許 社在北方其實就是一個祭祀的儀式 他寫這個社系 就在水上演 那寫的真是 他坐船必須要回去因為太晚了 就是依依不捨得一直回頭看這個社系 這個小時候 這個短文寫得好極了 魯迅的社系 所以水上演出也是非常流行的 那我後來找到一個 馬格爾尼 就是到壁鼠山莊 要去看乾隆皇帝 經過天津 在官員的安排下 他看了一個戲曲的演出 這是在船上 他們看這個 在天津看這個 這個舞台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壯觀的 不過在近代上海 這個商業劇場才是最醒目的 剛才講這個宮廷演劇 世代夫演劇 存在了多少年 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對外演出 那商業劇場到上海變得更明顯 不過這個也不是從上海開始的 到十一世紀 大家都說這個 東京孟華路就是描寫開封的 開封我後來去了一次非常失望 我要做開封 我寫這個玉劇 我小時候聽了那個寡婦 唱那幾個木棍英掛帥那個 都回來了 那個時候覺得他唱戲真是太好了 可是我去上網查了一下這些劇目 我覺得太失所望了 後來這個中共改革金劇 當然金劇也改 有的改得很好 他改良玉劇 把這個玉劇改得像水一樣的 清清白白一無所有 玉劇原來就是一個地方劇種 非常土俗的 還好我在台灣那時候 有一次我一個同事 他是個瘋狂的戲曲迷 什麼戲都看都拉著我們 有一次拉著我們一個院士 這個陳永發 陳永發做共產黨的看戲 拉著他去看這個紹興戲 紹興戲是最甜美的戲 紹興戲裡面去看這個名 這個紹興戲 後來變成中國 非常大的一個劇種 這些銀行家 特別喜歡看這個 大木康教授 最喜歡這個紹興戲 我覺得紹興戲太甜了 甜美的地方 你都要淹死在裡面 後來的人 牽走我們一大堆人 還去 等著那個人唱完 還去拉著我們到後來 還去給人家獻花 後來我們講 講到這個 勾蘭瓦社 這個東京夢華路 就有一年我們去 去開封去 我後來找不到資料 然後上網查這些什麼 這些後來的 預句改良預句 都是不能聽的 雖然預句有意義的觀眾 然後那些河南大學 對我們非常好 就要招待我們去看 這個勾蘭瓦社的演出 聽這個預句的演出 我們不聽哲宜 一聽簡直是 哎呀 就要崩潰了 他就去這個 所謂的勾蘭瓦社 當然你們如果 研究中國文化 勾蘭瓦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東京夢華路裡面說 中國的各種的百系 因為宋代其實是一個 非常複數的時代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宋代從開封到 他軍事上肌肉不正 可宋朝在金上是一個強權 我有機會再跟你們提 宋朝的人非常非常有錢 為什麼從開封 不要說杭州了 杭州人更有錢 在南頌的開封 北是南頌的杭州 北頌的開封 非常非常有錢 為什麼有這個 清明上河圖 東京夢華路 那是一個非常繁榮的都城 可是不幸選子選錯了 那個開封至少被淹了7次 或是9次 如果你要找開封的歷史 你必要去地下去找的 我們就去了勾蘭瓦社 其實簡陋至極 然後最早要唱的時候 用這個卡拉OK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語句 把一個戲曲唱成歌曲 叫他們來唱嗎 然後聲音簡直像噪音一樣 那我們去的有一個是 哈爾專門研究戲曲的 有一個在台大做過音樂戲 是音樂所所長的 我們都不能說奪門而逃 所以我對這河北欲句的 失望極了 這賀蘭瓦社都只能遠觀 不知道什麼 以前就靠想像吧 歷史想像有時候比較好一點 北京只有少數的戲原存在 這個最早是一個渣樓 後來就燒掉了 前家時期北京的建築戲原 最積極的功能 你們如果去過北京那個 就是那個天安門外面的 一個前門 它有大柵欄 他們說圖畫不能那樣念什麼 很奇怪 你要用北京跨去念 它有圖畫 後來很快的就是 因為北京的城內 是不能演戲的 你必須要到市場 就是天安門外面那個 前門 現在把它恢復了 我去的時候很荒涼 恢復都沒有什麼去 有所謂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 就是童志皇帝 去那邊得了這個 有一個美毒或什麼的 這是一個妓女跟演員的巢穴 就所有你要找 所有的FUN 所有的Entertainment 都跑到這個八大胡同來 所以演員 演員又剛剛講到 在那個時候演員跟這個倡妓是 它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看它的名字就是一樣 相公 相公就是專門的男演員 甚至像梅蘭芳 早期都要去扮演這種人 就是相公 除了你是競技演員 你要扮演這個 出賣色情的這個 結果以後 我後來改了一下 給它放大 反正這都是各地 這可能是四川那個舞台 非常漂亮 所以整個清朝北京 有四十五座茶樓 多建於前家時期 可是在這個現代上海的戲園 真正的商業性戲園出現之前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演戲 重要的場合 是在會館 我下一堂要講這個何秉立教授 何秉立有一本重要的書就是會館 會館是什麼東西呢 會館原來是為了各省的人 你到某一個地方去 或者是你要三年一次要到北京去 印這個鄉市 不是鄉市 印這個會市 你要到北京 你是各省來的這個子弟 你沒有地方去 所以就有很多這個 特別是文人在北京建了很大的這個會館 你是山東的就山東的 山傘會館特別多 因為山傘這兩省特別有錢 所以北京有非常多的會館 北京的會館基本上都是文人建的 那其他各地的會館 都是商人建的 所以會館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會館有非常多的功能 除了提供應局者去 到那地方有一個地方住 有一個地方吃 然後在各地的這個會館 它還有一個慈善的功能是非常大的 你去做商人或出外 你可能課死異鄉 那會館就要負責幫你收屍 把這個屍體運回家 它做各種慈善事業 所以會館是一個同鄉組織 就同鄉到了外地 你到那個地方 人生地不熟 你需要一個你認識的人 同鄉來幫助你 這個都是山西的戲院 所以基本上會館事業 同鄉人一遇到故鄉之外 有一個地方所見 在清朝這個會館數目 就變得越來越多非常普及 北京的會館都是士大夫 你看北京有400個會館 86%是士大夫所見 50間是商人所見 除了我上面講這些功能之外 會館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每年定期一些節日演 比如說初一十五 或特別是神明的生日 而且每一個行業有每個行業的生日 所以我特別注意到這些會館 除了士大夫跟商人建的 也有小老百姓建的 包括擺將 各種各樣的工匠 還有這個學徒 都有自己的會館 你賣糖的賣馬的賣米糧的 都有自己的會館 如果你的會館不夠大 你可能兩三個行業 你合建一個會館 那在這個會館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演戲 演戲除了定期的演戲 跟這個同鄉人聯絡感情之外 就是仇神演劇 每一個戲 每一個擺將 他有自己的職業神 他在職業神的生日 除了職業神 他有各種各樣的 非常popular的各種神明 你都要去演戲了 所以會館 你在這個時候變成一個固定的 演戲的場合 當然會館有各種各樣的 我其實看過我到天津 天津的我後來把它放大這樣看 這兩個都是天津會館 天津的廣東會館 非常非常漂亮 天津你們去過嗎 天津早期去是一個沒落的港口 其實天津有九國租界 上海只有五國租界 我這個印象 我抱怨中國很多地方 我覺得有租界的城市 基本上就比較漂亮 被外國人統治的地方都非常漂亮 天津有九國租界 我們特別還去看到 意大利的那個租界 然後我們最敬愛的這個梁啟超 梁啟超在這個租 租界意大利租界有兩個房子 康有為是最過分的 康有為把這個仇來革命的錢 全部都去養自己的小妾 他在全世界各地啊 什麼加爾各達 南方的島嶼或什麼 你去山東那個山東 最漂亮的建一個豪華的別墅 在全國各地 還世界各地建了各種各樣 都是他的房子 把這個改良派給他的錢 全部拿去建自己的房子 養自己的妾了 他不知道幾十個妾 這十幾天寫過一本書 專門統治這個康有 有多少個房子 多少個妾 梁啟超比他好太多了 梁啟超只有一個妾 梁啟超一共一個太太 還有一個小太太 他有兩棟豪華的別墅 然後梁啟超是非常講究的 梁啟超品位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去他家看 他那個書作比我還好 意大利進口的 他房子裡吊登也是意大利進口的 梁啟超第一有這個fine taste 第二他其實蠻有錢的 當然不像他那個康有為是貪污的 梁啟超是一個了不起的記者 他靠記者大概就賺了很多錢 當然也有一些人支持他 天津會館是非常非常漂亮 天津為什麼這麼重要 天津是很多在北方的政客官僚 在失憶之後 要退影到天津等候再出發的 還有就是這些特別是演員 演員在沒有進入北京之前 你先去天津 因為天津人的嘴巴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有一句圖啊 天津人的嘴巴是很可怕的 你要先經過天津 天津這個觀眾的這個 毒蛇的批評 如果你通過天津這個觀眾的口味 你就可以到京裡面去演出了 所以天津有很多好的戲院 這個天津的廣東會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孫中山區這邊演說 這個江澤民據說 去了也要去這個廣東會館 這廣東會館是僅存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會館 這個演戲你看那個非常漂亮的 所以說剛剛在新年節慶每個月初一十五 他們都要祭祀 祭祀接下來就是演戲 所以這個戲曲就靠這些人 那建這個戲曲會館最多的 就是中國最大的幾個商幫 陝西跟山西 所謂這個 我們有徽邦 有這個新安商人 這個日本人最好做 新安商人 靜商 靜商就是山西商人 還有一個就是陝西 因為今天如果去山西 還有那個平遙 是一個UNESCO的 把這個縣城保留起來 平遙的票號是那個時候最大的銀行 他發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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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支票一樣 是全中國可以流行 我們所謂的保鏢就是保那個標的 所以平遙還有最大的票號 山西票號 所以山西商人跟陝西商人 都是中國最大的商幫 所以他們在各地建了非常多的會館 他們勢力非常龐大的 所以我剛剛說這個戲曲是一個全民的活動 我特別在北京的會 找到這麼多會館 就是一般小老百姓 一般的工匠 什麼人都可以建立一個會館 表示各行各業都有 那梅蘭芳在回憶錄裡面提到 他時常應邀去會館演出 所以這個演戲真是一個全民性的活動 就是一個鄉下老百姓 小商人 都可以在自己的會館裡面請 除了這個自己的職業神之外 他們會祭拜龍王還有這個陛下援軍 陛下援軍是北方最重要的一個神明 就是中國有幾個女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觀音 第二個是我們台灣的媽祖 媽祖原來是被白人看不起的 後來經過 媽祖的地位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如果去看那個有人專門寫過媽祖 媽祖在唐代 在宋代的時候 有幾個被士大夫看不起的 因為他是疆獄之神 那白人的 中國的 不是白人 中國儒家的士大夫批評說 即使這個守護疆獄的 我們需要一個男人來守護這個疆獄 為什麼找一個不見名傳都不識之武的一個女人 來保障整個南方的疆獄呢 可是後來一個百姓信 後來她經過朝廷的撤封 就把她封號不斷不斷的 她最早是天妃的 後來變成天后 到清朝跟官地一樣 她們的地位都是經過朝廷的撤封 她的地位節節上升 到最後變成一個 特別在中 在台灣是一個最重要的神明信仰 當然她們在北方也有 偶爾看到媽祖廟 另外一個重要的女生 就是陛霞元君 陛霞元君在泰山之上 那陛霞元君跟這個觀音 跟媽祖的性格都不太一樣 陛霞元君是三種人相信胡仙嘛 或者沒有蟹毒神明 我講是真的 這陛霞元君有很多面的信仰 什麼人都去拜 第一個是求子 第二個是科舉之神 還有你要賺錢是什麼 陛霞元君有多種的面貌 有一個美國最重要的 非常好的漢語叫這個彭木蘭 彭木蘭有一本這個 有一個打破典範作品 叫這個大分流 彭木蘭之所以這麼重要 他就認為晚明 就是他打破了這個歐洲世界觀 認為所有的這個政治在 都是西方人建立的 他就打破這個觀點 他認為中國從至少從明之後 中國的經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中國除了有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外 中國的經濟 晚明的經濟 其實是遠遠超出這個西方的歐洲人的 所以這個書後來出來影響非常非常大 叫大分流 從那個之後 大家不這麼從歐洲人的觀點去看 所有的世界史 開始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歷史 而且中國的歷史可能是 那個重要的貢獻是大家所忽略的 那他其實他除了寫這本著 他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 叫《上下泰山》 在新史學上發表 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找來看 這陛下元君是北方最重要的一個神明 所謂北方的老百姓 然後你們看這個 中國的婦女不是像我們想像的大門不出二門不賣 特別這些老太太 這些老太太有從江南組織這個競鄉團 一路想說延誕多少天 你想像那個老太太還是國腳的小老太太 就為了競鄉有這個女性的 這個Sena Ken 韓樹瑞專門寫過的書 跑到泰山去寄這個陛下元君 這個有非常多叫Pilagram 不是只有現代 或西方只有這個所謂的朝聖 現在我們看媽祖真是很瘋狂的 早期期待陛下元君 這些中國的明星的女性 這小教女性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宋朝以來道教的一個最重要的女神 鎮守泰山之上 叫泰山老奶奶泰山老母 泰山娘娘是一個重要的神明 官帝當然不用說了 官帝是一個無所不在的 所以這次在廟宇的舞台 這是最重要的 中國戲曲第一個功能是仇神 演戲通常在一個廟宇的對面就是一個戲台 當然在開始演的時候 第一天也許演這個神明愛看的戲 有些戲大家不要去看了 給這個鬼看的鬼神看的 到第二天第三天開始真正的戲 什麼戲都出來了 就是在各個廟 城市裡面當然很多廟 主要在鄉村裡面 所謂的神廟演居 是不是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宗教開始是跟這個 演戲跟這個宗教原來是緊密緊密結合的 當然後來宗教 這個戲曲慢慢脫離了宗教 它有這個功能之外 它慢慢脫了宗教 它回到我剛剛講的越來越事實化 它處理人世間的各種各樣的情況 就是前面講的 家庭所知到戀愛故事到歷史故事 從大論述到小論述都出在這個戲曲裡面 然後在這個縣市或城鎮的商店裡面 演戲要收錢的 那這時候一些小混混 就是所謂的包頭 無賴混混 他們常常和這個地方的組長合作 就跟共產黨後來強調這個全民都要演出 那是不一樣的 那是共產黨在背後支持一切的 一個黨國的機器 這時候演戲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有各種各樣的人在籌辦 在不同的地方演不同的戲 它的組織方式也是不一樣的 一個大的宗族演劇 它可能是這個大的兩掌在組織的 它的社會經濟基礎是非常不一樣的 在城市或是在鄉村神廟演劇 都是這些無賴混混在這邊收錢演劇的 我想是不是要留一些事 所以下面講這個流浪戲班 這個流浪戲班是不容易講的 後來我的reader叫我特別加強 那我剛開始有的只是從繼承的資料集裡面 鐵溫鏡當然是一個很兇悍的庫莉 這個雍正皇帝最喜歡的幾個 他派到河南去山西做琴舞 他去專門查這些鏡戲 其中在他的作者裡面特別提到這個羅羅戲 這就是一個流浪戲班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串克戲 鐵溫鏡是一個地方要遠對來說 這個有所好賢演的這個戲 當然是非常非常可疑性非常高的 我剛提到這個孔婦裡的這個教魂 教魂當然一方面有很強的政治的目的 是對南方不放心 還有一個他們對這種走方的和尚 是懷有高度高度的懷疑 當然這些所有的和尚道士出家 在中國的儒家論理裡面 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最重要的這個 這個藍尾華跟我一起上這個 Ben Schroeder的課 我這個老一代的漢學家 他非常聰明的猶太人 寫的這個字還特別寫這個家 他特別強調 他寫過很好的古代事實上是 家在中國人的這個信仰裡面是最重要的 中國的主流就是儒家 儒家的家 然後到後來從朱西以後這個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變成明清之後 運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組織 所以家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旦離家出家 為什麼變這麼重要 沒有了家了 沒有家是很可怕的 我們下面會 下一節會講說叛亂 連叛亂的人可能都是一個村寨叛亂 都有家在支持 可這遊方的和尚跟道士 在社會上來講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你不知道這個人 行中可疑啊 所以有些道士和尚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低落的 跟戲劇演員差不多的 特別這些流浪的演員 都在鐵圓鏡跟都一樣 在所有的統治者看起來 這些沒有戲辦的 不知道他來源到哪個地方去的人 這些都是社會潛在的 破壞次序的 所以這些西班其實很重要 到各地去演戲 就由這個broker來收錢 所以官方不斷地進 不斷地進 可是這些西班其實非常非常多 怎麼都進不完 我們看太多資料 然後突然出現了 這一個江蘇無錫這個余智 有人寫回這書 我們後來有一些人 覺得這個人是一個 這個有點神經病的 莫名其妙的一個人 就是極端保守到了極端了 在這個19世紀 他屢勢不低 有點像這個 像這個洪秀泉一樣 這腦筋有點不太正常了 他自己組織戲班 他寫戲什麼中校結義 寫了一大堆不能演出的戲 他就一天上去控訴這些戲班子 特別是些流浪戲班 一個就是寧波的客串戲 在他的描述之下 這些戲都是 非常的赤裸裸的色情 通常是一女一男 用盡男女關係的醜態 用詞必俗動作協位 前一次在中國大陸 非常流行這個二人傳 是不是 這東北的 東北的二人傳 基本上我覺得 本質跟這個差不多了 大概最開始 其實那個色情的成分 是非常非常強的 從那個動作開始 直到他的延遲 所以這個戲是 這麼多年來 其實經過共產黨的統治 這個進不斷的 後來這個王德威教授 他因為是東北人 他要開一個東北學 他就給我分配一個日 我說下定你就演這個銀池小曲吧 我說好 我專門做銀池小曲的這個 找一找資料都很好玩 這串課戲就是被描述成這個樣子 可是男女的觀眾 特別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有一本書 為什麼特別怕女人看戲 可是女人是管不住的 這個戲是一個全民運動 女人當然看戲啦 連太后都看戲 為什麼老百姓不能看啊 這都是男人本位的觀點 擔心這個女人會被勾引去了 你看看特別這個戲 這個戲其實從上海來的 上海灘 是一個上海小戲 灘皇小戲唱十出 十個寡婦九個家 這是根據余子 所以這個戲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看多了寡婦都跑掉了 不像我那個寡婦聽的都是什麼 這個木桂英掛帥都是什麼 我後來想那個寡婦 我那個鄰居一定非常苦悶的 她就只有聽那些昆曲 那些昆曲 那些昆曲都是非常大的敘述 跟這小戲是不一樣的 南方這些小戲特別多 北方也有 大家都愛看 有一種戲 花鼓戲 花鼓戲其實來源非常複雜 我後來在我的英文書裡面寫 一直到19304年的花鼓戲還存在的 在西北 中共連什麼戲都要利用 連這個花鼓小戲都要利用 用來做宣傳 所以這個花鼓小戲 它的基本上的本質 跟那些羅羅戲 唱得差不多 比較避俗的 可是她最好運氣非常好 她從康熙年間就存在了一個戲 她後來從鄉村創造城市 進入了近代上海 等一下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放那個地圖 就在這個上海舊城區 跟新城區街口的地方 在這個西北門外 那是一個山部管的地帶 那邊有很多小的戲院 小的戲院專門演這種戲 所以我就是一個主要的 argument 因為我後來做了一半 我後來想 這個其實跟文革是有關的 我當然不願意變成一個目的論 我的美國的同事也說 你不能太目的論 覺得這一切的演劇 是為了向這個文革發展 這些戲它每個階段 有它自己的生命 有它自己的使命 它有不同的訴求對象 可是你如果站在一個 比較大的觀點來看 就這麼不巧不巧的 中國的戲劇就越來越激烈 到最後就被共產黨利用了 那利用是 你跟這個明清這個戲劇 本質上是一個 無所不在的存在 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 一個文藝種類有關的 要不然你怎麼利用 利用不起來的 它原來那個基礎在那個地方的 我簡單的講一下 清末的戲劇的發展吧 剛剛講過就是松江 當然上海 上海其實是原來很有文化的 現在發現上海的文化 可以追溯到宋代 松江湖當然是一個 最繁殊的一個地區 所以這個時候有大量的 跨古小區 然後上海在康庸時期 已經變得 根據日本學者松浦昌的 講的沙船史 上海是一個主要的山港 所以大量的會館演劇出現 然後太平均 西岸都南京 剛剛有個太平均的那個 大概沒集合放 所以大量江南的這個 施大夫 跑到上海 我在講 上海某內障會再講到 這個就 上海變成一個 第一個大都會 戲園茶館 應要而生 所以他們模仿北京的茶樓 這個都不去看它 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幾個圖 這三張圖 就是不同的年代 北京的這個茶園 就收費的茶園 很早就出現了 這個是舊城區 這個被承包起來的 你們如果去一個城隍廟 跟這個還有一個 什麼一個很貴的餐館 叫什麼 玉園還是什麼 都在這個地方 山雅園是最後一個 唱昆曲的戲班 那這個叫南市 就是我做的這個新舞台 靠那邊的新舞台所在的地方 這個南市 原來是很繁榮 就是因為上海是一個商業港 有各種 有點像迪化街一樣 進出口各種的海貨 它是一個全中國海貨的集散在這個地方 它運到各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原來非常繁華 可從1850之後 因為租界去興起 這個地方一路非常沒落 所以這個士生就要出來 要復興這個城市 那戲園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射點 那這個就是比較多的這個地方 就是英國租界 這個是法國租界 那英國租界跟法國租界的氣質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上海某個那一章會再講到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 主要的分布在英國租界區 還有在這個南市 這個你看就不太一樣了 這個舊城區裡面 幾乎一個戲園都沒有了 這個南市也非常凌落了 沒有什麼戲 反而全部都跑到租界區了 公共租界你看 南京路現在最繁華的 就是歷史上最繁華的 這個南京路 福州路這一帶 戲園都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在英租界裡面 公共租界了 英租界跟公共租界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重點區域都已經變了 自從外國人進來之後 南京的商業中心都變了 那戲園跟著這個商業中心就跑掉了 這個到再晚一點 這個我做的這個主角出現了 他們最早在這個1905年會看 他建了一個全中國最黑黃的舞台 那他們等一下會講 他就到日本去行 我後來說要做田野嘛 那這個中國大陸幾年前辦這個世博是不是 所以他把這個會館 這邊這一帶重新修 新舞台這個沿岸的外灘 外灘在下面 外灘在上面一點 外灘下面這個區域全部修建了 這是一個碼頭 應該叫太平碼頭 這個新舞台其實是面對著黃埔江的 那個修得非常漂亮 新舞台所在的第一個舞台 原來在這個地方 到後來搬到這個華人社區 我後來去看了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 非常落伍 都是小市民住的 跟這個 你一出的這個地方 就是上海新天地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那這裡面 原來在國民黨統治時代 是賣鴉片跟走私最多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的新舞台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neighborhood的一個 我剛忘了講 就是上海的戲園都在這個鬧區裡面 戲園一出來就是妓院跟這個 鴉片煙的館子 所以戲曲的這個形象 是原來就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新舞台的創建者 他們有不一樣的抱負 他們都參加過這個辛亥革命的 那這個夜戲 我剛講的中國傳統是沒有夜戲的 北京你演戲啊 所以北京人看戲不是看演員的 他看不清楚美南方是誰啊 而且他可能又有近視眼啊 你到晚上沒有夜戲 那白天也看不清楚 那個舞台那麼嘲雜 而且北京看戲不是看戲的 他是桌子對著桌子 他是看人的 他是聽戲的 他們耳朵是很敏銳的 他不看戲 跟這個新舞台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慢慢出現了 隨著這個城市的發展 先出現了瓦斯燈 到最後有了電燈 所以這個電燈 跟我要講上海摩登 後來講的各種的現代性的代表 這個電燈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 我講的這個 這個詹明朵這個我之小史是復旦大學一個 黃正宗教授是 揮州揮州學的權威 他去揮州找了很多資料包括這個 這個人到詹明朵他本來到上海去要進法政學堂的 去學習法政最流行的 他第一次從鄉下人從揮州到了上海 我覺得上海真是一個不夜城 那個燈光是對上海的不夜城 那個燈光對他是最大最大的吸引力 然後這個戲院見得非常非常的輝煌 然後最可怕的是 這個安全衛生糟透了 它與北京類似 就是一個入口 我在下面坐滿了人 所以有火災第一 最糟糕的是衛生設備 我其實後來跟李游泛教授我們去揚州 因為揚州還有一些平坦非常非常好的 簡直是可怕 你那邊聽著老藝人唱的平坦平坦非常好聽的 然後去了洗手間在旁邊 那洗手間的味道不斷飄飄飄到 那個戲院都不大嘛 那個院子 那個茶樓 那個衛生條件差極了 那上海遠距離這麼大的 這麼多人去看 他那個廁所實在是不能忍受的 幾個木的馬桶 這有點跟我們二十年去中國大陸 特別是女生 來美華不是有豐富的經驗嗎 你去蒙古你不是找個廁所 是你媽 對不起 這二十年前中國的北京 不是中國 整個中國大概十幾年都一樣 碰到這些國外學者 最怕去公共廁所 這個女性公共廁所真可怕 不過後來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突飛猛進 所以我覺得觀察一個文明的指標 廁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 他們現在據說還有六星級的廁所 這個不作則一座一定交往過程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去看戲是一個極大的享受 你現在想如果你去國家劇院去看戲 看戲出來去 其實這個可怕的廁所你會去嗎 不能想像 是這個新舞台是了不起的 它有一個揮紅的志願 他們把戲曲 我今天沒有機會講 他們很多的廣告都是跟性文化運動 完全接在一起的 性文化運動那些人講什麼東西 他在申報的廣告上 立刻利用那個東西 他覺得這個戲子的地位被看低了 所以他們不斷地要把這個戲 因為這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書記 陳獨秀說這個戲員是一個大教師 戲子是一個大教師 陳獨秀做共產黨領導人是有道理的 陳獨秀對我講的這個下層啟蒙 他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他是一個脾氣很壞的人 可是他是有這個洞見的 他對戲曲 他是第一個寫戲曲的重要性 而且你要戲曲非常重要 第一 演戲的內容 第二 演員的地位你要提高 演員不能像北京一樣 就跟娼妓裡不堪就糟糕了 所以這些人他要改變他的形象 他改變形象 其實他跟革命黨的關係 變得非常密切 這兩個夏月潤 夏月生跟他的一個親戚 不是女婿吧 他是女婿 都是跟辛亥革命關係非常非常密切的 宣傳上還去他們的戲院裡面演講過的 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們跟這個現代性是密切接軌的 我們現在最流行這個 我上次講這個 史學的這個潮流是不斷變 典範不斷變 以前我們做的 我下家講的社會史文化史 都是領一代封招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只有一個全球史 到那一國 有一年去美國去審查 這個獎金會審查 我的媽 我看了幾十個案子 全部沒有一個 不是講的Global History 有個最荒唐的一個台灣學者 年輕的博士寫這個 在1950年代有一個什麼 劉自然事件 我當然也不記得了 可能就是怎麼樣 去殺了這個劉自然 是不是 這個劉自然就是一個 單獨的一個政治事件 一個意外 一個event 他竟然把劉自然也講得 非常的冠冕 然後講成一個 Global History Perspective 去看這個劉自然的歷史 我想這些人真可憐 一方面是可憐 一方面真的 你這個潮流這樣子跑 你好像不牽扯到Global 這個全球化 你的東西就是賣不出去 你畢業都可能有問題 可是不是什麼人 都可以寫全球化 也不是什麼東西都全球化的 有時候我們還相信 在地化 我們現在講這個地方 就是要在地化 在地是很重要的 不過這個海派金句 為什麼變成海派金句 是有道理的 他們跟這個世界的最前進的戲曲 是接軌的 透過日本的Kabuki 日本的歌舞技 日本的歌舞技 這個是跟中國的戲曲一樣 梅蘭芳其實來自一個戲曲世家 這夏月潤也是來自一個 安徽的戲曲世家 都是幾代都唱戲嘛 你不會做別人去唱戲嘛 幾代都是世家 都唱戲的 梅蘭芳的兒子也唱戲啊 這個日本的歌舞技也是 都幾代了 幾代都在唱 這四川主人是歌舞技 一個非常重要的演員 他不知道第三次或 第幾次 這個時候 四川主人是剛剛從歐洲 美國回來 受到歐美劇場的啟發 這已經是明治維新了 所以他把日本東京 蓋了一些非常現代化的 用紅磚房子蓋的一些舞台 然後從美國請來一個戲劇設計師 這是我隨便 那時候要去日本報告 我就找了一些日本的這個 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跟我這個 都書面上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戲員了 因為你看這個有點像 雖然日本這個畫畫 都畫得非常漂亮 這個有點像胡氏惠的傳統 非常colorful 多彩多姿 可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日本人看戲 坐在地下的 那中國當然 這個中國的戲曲 也分階級的 有一個美國學者 寫了一個中國的戲曲 說這個 他們有一個equal perspective 所以金句帶來了一個 他用否括的觀點 金句的這個新的舞台 帶來一個平等的觀點 每個人可以在平等的角度看戲 我覺得這是鬼扯 你只要看他賣的戲票 那戲票就跟 我後來舉了 《紐約大都會歌劇》 因為我常去聽歌劇 大都會歌劇 你出500塊 跟你出300塊 跟你出100塊 跟你出10塊錢 10塊錢是後排的站 看著站著看的 給你一個木頭墊子 你每一個區域賣的價格是不同的 因為在美國來講 那差格是非常大的 我大概只能買100塊錢的 100塊錢只能在邊邊 你只能看到舞台的四分之三 你不能看全貌的 其實你們大家看這個 新舞台設計到之後 它完全模仿了 跟這個紐約大都會幾乎類似的 它的舞台是非常宏偉的 你買不同的票 就看不同的戲 你看到的那個 不僅是完全不是 不是Equal Perspective 那就隨它去講吧 這個比較像 雖然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這個沒有錢的人 就坐在地上看戲吧 坐在那土坑上 這是有點美化的傳統的 當然後來就不一樣了 後來在這個Equal Perspective的介紹下 謝爾爾森帶了一個 日本的設計師回上海 你看他就完全叫海派金句 跟這個金派 跟這個原來的金句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梅蘭芳到了這個上海的演出 簡直是極端的驚訝 第一從那個廣告開始 第二那個舞台是有燈光的 第三個就是這個旋轉的舞台 真是太可怕了 跟那個金句舞台千年不變 你到現在去看那個金句 可能還是一樣 就兩個木簾 兩個四個大木頭站那邊 完全它的目的就是 要遮住你的視線 你搞不懂這個金句 到底什麼意思的 反正在北京演戲 不是要給你看的嗎 它這個椅子都是面對面的 就是用聽的嘛 很多傳統的金句的舞台 都是那個樣子的 其實是非常不友善的嘛 對一個真的要去看的人 他建立了一個旋轉舞台 很重要的 廁所完全改觀了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現場的話 不從廁所開始 怎麼 這是一個indication最重要的 然後更乾淨也更安全 所以這個舞台你看看 我剛剛講不是 我去大陸會歌劇院 當然是慈禧看那個舞台 在北京那個 這個故宮裡面 有一個舞台是非常高大的 他每年要演一個吉祥戲 各種動物都上台 其實在上海新舞台 完全做到 他有真的馬真的槍 還真的用槍把人 就眼睛都射瞎了 真水 真火 這都是噱頭 標準的海派金句的這個代表 馬車 黃包車 我在紐約的Metroport 那個大陸會歌劇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看這個AIDA AIDA一開始是一個巨大的時候 就把它壓死 就關在裡面 你就看一個巨大的時候 就出來了 然後用馬車在上面走 我覺得這個二十世紀初期的 新舞台也做到了 這都是真的 這個他演一個最長 他有幾個最暢銷的戲 一個星茶花 星茶花表面上是大眾馬 是大眾馬小眾馬的戲 可是我後來有分析 他其實那個pattern 是從這個 中國的312拍裡面來的 不去戲角 就是他 因為他後來很多戲員 新舞台變成一個target 他演的戲非常非常暢銷 他的演員也非常暢銷 所以新出的這個戲員 就要模仿他 所以你就去看那個申報 滿台蒸火 它有幾萬磅的滿台蒸水 從五萬磅 他為了跟隔壁那一家去bam 那一家更多 所以他為了演這個 中俄海戰的場景 它真的是水喔 它下面就是 下面那個地下室 是一個注水口 不知道往上噴水 不知道怎麼噴 它上面可能包裝起來 它一個舞台可以 後來增加到二十萬磅的水 所以這個星茶花 他在八年之間 在新舞台演出了四百多次 如果你去紐約 紐約有一陣非常流行 這個musical 我後來就看了一隻貓 貓是好像裸體演出的 我就看了這個裸體 我就看了這個紐約 這個Hollywood這個Broadway show 真的不能看啦 糟透了 那個舞台本身那個劇院 就非常非常破爛 跟那個大都會的冠軍經驗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Broadway show 就是音樂劇 它是一個musical 跟這個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星茶花的暢銷程度 有點像musical 像這個貓啊 像那個Fenton Opera 作為這個musical 一上演都是幾年幾百場的 中國也是一樣啊 所以你看它可以製造各種場景 你要恐怖的戲 它就有恐怖的聲音出來了 下雪啊下雨啊 什麼都可以 所以舞團就可以演出 隨著你的劇情的需要 製造出各種的氣氛 然後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什麼人 什麼人都可以看的 小孩子可以進去 小孩子可以買票進去 他有同票 那用人當然要陪他去 因為女人要看戲 這大戶人家 他坐在前排 他要用人可以去啊 馬夫 教夫通常在最後 戲快晚的時候 你可以進去 所以這個戲是一個全民的娛樂 那上海進去除了這個 這個非常炫耀的新舞台 這個叫人目眩神怡的 這個梅蘭芳一來了北京 簡直就像進入花花世界 這個海派進去真是 標準的上海作風 除了舞台這種變換之外 其實海派進去 特別新舞台代表這個海派進去 它在這個意義上 在劇本上有極大極大的意義 它其實在像讀報的 它有社會改革系 有政治劇 歷史劇 神怪劇 就立場發明了任何大事 南北共和到這個 袁世凱稱帝 有各種各樣的事 武士運動 它除了這些神怪劇之外 它有點像 在幫你閱覽新聞一樣 它把所有的新聞都搬上舞台 這是讓人很佩服的 這當然跟這個上海觀眾 需要求心求變有關 每天演不同的戲 其中 時事劇又開始復活了 那個時候流行的時事新戲 時裝進去 美南方也用時裝演過戲的 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重要一支 我覺得跟文化革命有非常大的關係 好 這是最後了 這個可以看到旁邊 這個不知道夠不夠大 我想給你們看 最好不夠大 這個是《野心茶花》的幾個主角 這是另外一個最長的戲劇 是《季公》 這個季公裡面最可笑的一個故事就是 季公勸一個一品夫人 這個一品夫人最後居然看了這個NALA NALA是武遜中最得意的 NALA要離家出走 當然後來魯遜寫過一個小說 說NALA出家之後怎麼辦啊 她沒有錢怎麼辦啊 她除了去做妓女 她很大力可能只好再回來了 女性裡面有先的這個 NALA完全她其實用了陳獨秀的口氣 她說我不要做你的玩偶 我不要做你的玩具 什麼什麼 我獨立自主 雖然是一品夫人我也要出來 她演一個神怪劇 中間塑造了一個NALA 這是可笑至極 可是這是他們最暢銷的戲之一 也是幫她賺幾十萬的銀子 你們看這一張 對 謝謝 謝謝 我要跟你講這個舞台是極端的 你看 她可以有人說三千人有得五萬人 她跟現在劇場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她跟北京劇場那個觀眾面對面 跟你現在是完全面對著舞台 她是一個所謂 她是一個半月型的舞台 這舞台本身非常大 你看這舞台本身 難怪它可以有這種各種的旋轉系 它有各種特殊效果 這個幾層 這完全不是Metropolitan的 現在國家巨岩大概就是三層吧 你如果買包廂 你很可能在旁邊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要買包廂 包廂其實 包廂當然你可以一大堆貴婦 跑去坐在包廂裡面 沒有人打擾你 在紐約也是一樣 可是你看到 那大概不是去看戲 純粹去為了社交 你看不到什麼東西嘛 其實在紐約看這個歌劇 是很痛苦的經驗 因為歌劇常常一演 就是三四個小時 中間有兩個intermission 一個intermission大概就是三十分鐘 所以看戲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交場合 你看每個人都把最好的衣服拿出來 三十分鐘裡面在那邊 飲酒做了 好久不見老朋友 全部跑到這個大都會歌劇院來了 所以這個舞台其實是 1905年建的一個最黑黃的現代的舞台 就是中國打破紀錄 後來被火燒了 沒有了 好吧 我的報告差不多到4點了 謝謝 非常感謝李教授精采的演講 我們的時間雖然已經剛好到4點鐘 不過我想我們還可以保留一個 大概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讓各位來提問 我想李教授今天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素材 可以說給我們上了一課 The outlin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opera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特別是我們這個主題 我曾經在開場白的時候提到過 重新認識中國 我想對很多 也許是特別是歷史系的同學 那麼過去可能不太熟悉這方面的歷史 今天聽到李教授精采的演講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麼在座應該有很多 可能也對戲曲很有興趣的 也有研究的 或者本身對西方的 operas 也有很多感興趣的聽眾 我想在這個時間都可以 接這個機會跟李教授交換意見 好 那我們就看你們哪一來 那個我要問的事情是說 在17世紀的時候 就是16世紀後期17世紀的時候 文人結社有沒有這種資料 關於文人甚至於藝人結社 而且是很確定的結社 在做戲曲的創作 或者是改變了這一種的記錄 因為我們知道17世紀的時候 事實上是嚴格說16到18世紀 文人結社 或者是不只是文人 各方面結社是一個很大的高潮 在文獻上也很多 那有詩社還有各種的社 但是有沒有就結社出來 來做戲曲的研究跟創作的 這種的記載 我的印象在傳統時期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同學 他是研究齊如山 齊如山是真正留下 因為梅蘭芳的速成 其實它會變成梅蘭芳 其實齊如山的貢獻最大 可是大概没有几个像梅兰芳 就是海派的经济有一个问题所在 它改变了大量的戏曲 这些戏曲有的是 有几个是有剧本的 有的登在那个杂志上面 画报上面 可是海派经济的剧本 基本上都是 一下去过去 一下去过去 它没有那些剧本 因为它要不断地变 它的目的就是 每天要变 每天吸引人 所以海派经济已经近到20年 都没有几个剧本只能留下来 它跟经济不一样 经济这些剧本 基本上都是流传下来很多 是谁做的你不知道 可以很多戏是老戏 当然后来有些新戏 我因为对这个议题不是很熟 我只知道梅兰芳 其实它对它是贡献的两多 在各方面 海派 连这个二世纪的海派经济里面 我们都这个写这个剧作的 其实都不重要 所以到传统的昆取 我其实也想不到 除了魏良福那种做词的 到底是谁写的 当然像桃花山这些 因为它就是有现成的剧本 它有些是取自现成的剧本 创作的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刚刚讲的 昆取的这个spectrum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对剧作家 至少我自己其实了解不多的 也没有听到有专门的结社的人 去专门写这个 可是晚明我刚刚讲 一大堆文人写这些暗头剧 问题是暗头剧没有意思 暗头剧没有人演 是有很多剧作家演的没有人看 其实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当一夕他们做的这个研究 事实上他们是touch到了施舍 还有各种包括衣补星象 其实都有结社 但是我也对于这个 这么样风行的这种的 不管是昆巨或是四大圣枪的这种 因为事实上戏曲不可能是 暗头剧以外 你真的要能演出的 你不可能是一二个文人自己的创作 这一定是一个 在某个情况一定是一个集体创作 甚至于要跟演出的人要有合作 你在家里面有戏班 你也是合作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方面有没有 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研究的资料 我真的看的不多 当然最多就是你知道 我们对文革的改编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所有的改编的剧作家的名字 那个是一个群彻群力的 江金其实在这方面用了非常多的功夫 因为他是一个演员 传统这是一个good question 不知道其他同学能不能回答 我大概不能 对有各种的文色诗色 我们就知道这么多 他会演戏冒家冒乡 冒乡自己教戏 他不写戏 我觉得来源可能还有一个 像汤贤总我们知道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 他写了很多剧本是在演的 可是像他这样子status的 这个剧作家有多少 观看清我们之后 都是伟大的 他演创作都是经典的 我们会传下来 可是有很多戏 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杨家将的故事是什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有一系列的这个 关于杨家将是谁的创作 你来研究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一位 要愿意提问的 我们把握时间 还没有 在座应该还有 刚刚有很小的专家 我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就是刚刚您有提到 就是说 台湾对于那个昆曲的 就是保留或者是宣传 有蛮大的贡献 可是我觉得好像应该 香港的贡献是不是更大 你说在哪里 香港 香港 香港是郑培凯的贡献 只手 因为香港在二三十年前 真是一个文化沙漠 香港人真是会赚钱 可是香港人 有钱人真多 那香港跟台湾 有一个不一样的 香港人愿意 这个 patchonize 香港这些有钱人 愿意patchonize 各种的义务活动 可是你要有一个人 去organize 郑培凯就是我后来 做他这个中文化中心 主任完全消归潮水 郑培凯对这个 中文化中心的贡献 特别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个意义格外大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香港就是文化沙漠 中国大陆也没有开放 也没有什么戏班来 可是后来 他跟一些戏班 建立了长期的感想 南京昆巨院 我在的时候 南京昆巨院来 我们边演出 不要钱的 他有国家的使命 到香港去 然后庆祝他二十周年 他把最好的戏拿来 如果真的要唱戏 后来我们原来 跟浙江昆巨院很熟 可是第一 浙江昆巨院收费 越来越贵 态度越来越不友善 我们想算了 还是跟这个 跟昆巨班子去 所以在这一方面 室友 可是我有一个 很深的感慨 有一天 我就在做戏准 有一个秘书 然后秘书说 Professor Lee 等一下有一个人 要来给你一个surprise 我说是谁啊 后来原来 那个人是一个 80多岁老太太 她捐了很多钱 我们有个大楼 就用她的名字 她来 我真是一个surprise 因为我还去过 她那个大楼 而老太太80多岁 这个珠光宝气 可是把所有的手组戴上去 你一点不觉得这个人 她是非常非常优雅的一个lady 当然她的先生 其实 她的先生可能是 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 他们留音的 这个老太太就来了 她说带给我一个surprise 我说你来就已经是一个surprise 她后来请我们吃饭 这个老太太很诚心 她跟一般老太太的做法都不一样 她说到晚上两三点才睡觉 就是晚上吃一大堆宵夜 我现在都开始警觉 第一晚上不能吃宵夜 你怕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这个老太太80多岁 什么都不care 这一切规律 吃饭吃到晚上两点 然后在整个生活规律 完全不一样 人家活得好好又有钱 她带了谁 带了盛晓云 你们知道盛晓云吧 盛晓云是我一个偶像 做这个平坛 我们一直请盛晓云来 盛晓云唱得真是好 而那个平坛已经不是传统的平坛 盛晓云也各的把这个 把这个矛盾的小说改编成了 后来演完我跟他到后台去 我们有一个学弟的 他家里是非常有钱的 带到后台 就现场就拿出几两黄金 就给了这个盛晓云 然后有一次跟着盛晓云 盛晓云一大堆的粉丝 里面很多江南来的人 都是有钱人 我们去中环一个私人的高楼里面 就是那个 蓝桂坊对面有一个 实质是高楼 就是一个捐的钱 他其实 中环大学有一个学员 就是那个人建的 他是非常有钱的人 就招待盛晓云 那天正好玩 那时候我觉得 然后一大堆都是七八岁老太太 每天穿着花枝招展的 真的带一朵花 穿着都是大红大绿的旗袍 可你一跟他开始喝酒 哎呀 这些老太太太太可爱了 都是这些上海老太太 都有事件的 到七八岁那个 还是活得非常的光彩 我主要讲盛晓云 后来盛晓云来见我 最重要的一个 他说我知道这个在台湾 你们推展昆曲 甚至连这个推展平潭 他在台湾很多的这个经验 他想在香港如法报知 我们后来试了一下不成功 特别是现在绝对不可能 现在香港人反中反正是一塌糊涂 早期也许还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成功的只有裴凯 带昆曲班子 我觉得昆曲真是在台湾 靠着高中老师 把他大量的往后推 盛晓云的这个平潭 可能在台湾也有相当的群众 对不对 这是比较成功的 在香港 香港现在又回去了 香港反中反到几点 最后一位问题 时间差不多 有没有哪一位 这边很多 刚刚应该很多专家的 应该都没有做生意来的 有没有 有没有再一位 不要客气 大家把握 虽然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场 都可以来继续交换意见 不过今天晚上时间 我们还可以 有没有 就是您讲到那个 清末茶园 所以茶园它是不是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茶楼吗 不知道怎么样 茶楼 是不是又是茶楼 对 它用的名字非常混杂 有的是茶楼 有的是茶园 后来又变成戏源 都在晚清茶楼 用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OK OK 谢谢 都没有问题吧 我补充一点 这个舞台 自从有了新舞台之后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来所有的 在全中国各地 因为我后来看了 所有的中国戏剧制 在全中国各地 都有这个舞台 舞台是有特别的意涵的 他们基本上是仿造新舞台的这个 所以新舞台后来创建了一个潮流 连这个名字都跟着改了 都叫舞台 很多地方都叫舞台 那容许我运用组织的特权 我问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我刚刚听您的演讲里面 大部分集中是在讲这些 作为消费者或者赞助者 这些人 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个 OPRA这个 我比较好奇 就是你稍微有提到这些 performers 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梅兰芳肯 来自这个世家家族 这样的东西 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是不是在 因为我记得这个Levinson 有一个很古典的一个 argument 他讲到书画传统的时候 中国就是这种业余传统 没有professional 如果我们就从performance performers 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直到近代以前 恐怕到甚至近代 这种所谓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像艺术家这样的类型 恐怕还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我们只看到一些赞助者 这些文人赞助他们 可是真的我们要做研究也好 或者说我们看到他们 他们也许来自一些 所谓的演艺世家 可是好像也不太有什么 真正的training school 没有这种东西吗 没有这种 做科 复联程科班 是北京最重要的一个训练 那个虐待 那个管教 你们看过一个霸王别姬 那个有一定程度是非常真的 就传统那个训练 这个经纪人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比我们这个魔鬼训练艺辛苦太多 我们绝对不该打卖学生的 这通常会进西班 通常是贫穷的人 他父母把他签了一个契约 卖到科班去 可是科班你要做科三年 做科五年 你真的要变成一个大名 甚至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是不简单 第一你有没有才华 第二你有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所以至少在 sheas这一方面 它是well discipline 它不是一个业 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而且你光专业不够啊 你没有专业就不要谈了 你演不出来这么好 第二你有没有那个 这个 这个 appearance 你的长相 是不是 是祖宗赏你饭吃 你的声音是不是特别好 有各种的姻缘家 你第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第二你要有天分 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复联层科班 后来都是一般一般的这样做班的 他们来源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家庭 因为过不去 所以送小孩过得去 对 基本上去戏园里面都是 可是戏园后来我的老师提醒我 Fillicum 她说 夏浩蒂不要忘了这些演员 也是她一个晋升之阶 她一旦变成你像 当然梅兰芳是一个例外 梅兰芳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象征了 可像这个谁 夏之兄弟是非常刻意的把他们自己地位提高的 我觉得像这样的演员身份其实还不少 就是借着戏曲 你只要变成一个成功的演员 你可以这个 你跟的都是名流在商人 你的社会地位其实提升很多的 专业在戏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跟这个绘画不一样 好 非常感谢 让我们今天第一场在这里完成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